王盈之 王盈之 我叫王盈之 我是教Ashtanga Yoga Ashtanga Yoga 阿士当家瑜伽的一个导师 今天想和大家 做两种呼吸的练习 第一种叫Sammar Vritti 第二种叫Nadi Shodhana 这两种呼吸的练习 在做瑜伽的时候 都是很平常 很有用的 很有功效的 我就想和大家讲解一下 如何做和和你们一起去做 第一种是Sammar Vritti Sammar的意思 即是一样 Vritti的意思 是荡样 Sammar Vritti Equal Fluctuation 一样的荡样的哲泊 即是说 我们呼气和吸气的时候 都是一样的哲泊 吸气多少泊呢? 你就呼气多少泊 我们就用鼻去吸气 做瑜伽的时候 就不会用口吸气 主要是用鼻去吸气 做瑜伽的时候 就合起嘴 就用同样的哲泊 去吸气 和呼气 就是Sammar Vritti 的方法 我们试试一起做 找一个坐得比较舒服的方法 我就交叉脚都舒服 如果你是背脊痛 或者想坐在泵里 或者靠着墙边去做 也可以 首先 坐得舒服一点 或者合起眼 把两手放在膝蓋上面 我们就会试试用4泊的速度去吸气 接着用4泊的速度去呼气 做3次 接着就会将这个速度去延长至6泊 做3次 最后就会将这个速度延长至8泊 同样是做3次 准备好 准备好 开始 吸气 1 2 3 4 呼气 1 2 3 4 吸气 呼气 1 3 4 吸气 1 3 4 吸气 2 4 5 1 4 5 吸气 2 5 5 吸气 2 5 5 吸气 3 5 5 呼气 3 5 5 吸气 4 5 5 呼气 4 5 5 呼气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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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6 6 5 6 6 5 6 7 5 6 7 5 6 7 呼氣 吸氣 呼氣 反悔 一向呼吸方式休息一下 和大家想一起練習的呼吸方式叫做Nadi Sodana 就是一個交換鼻孔的呼吸方法 首先講解一下手的姿勢 把食指和中指放在大拇指的底下 無名指和尾指的指頭貼著 這樣做法是因為大拇指的壓力 大約等於無名指和尾指的壓力 將大拇指放在右邊鼻孔上面 這個粒位高一點的地方 將無名指和尾指放在左邊鼻孔的粒位高一點的地方 放鬆你的肩膀 不要硬起手奸 將大拇指放在右邊的粒位高一點的地方 我們在這裡休息的時候 會交替著放鬆我們的無名指 讓它在左邊吸氣或呼氣 交替去放鬆我們的大拇指 可以令到吸氣和呼氣 在右邊的鼻孔交替 其實這個方法 循環著手指按住鼻孔 可以令到可以刺激你左邊的神經 或者右邊的神經 我們嘗試一起做 做成這個手勢 把大拇指放在右邊鼻孔 高一點的地方 不要按得太大力 我會教你什麼時候開始按下去 把這個無名指放在左邊鼻孔高一點的地方 我們首先會做幾次 不會是撐住一口氣的 即是會一直吸氣呼氣 吸氣呼氣 順著做 做三次之後 會撐住一口氣 你不用緊張 跟我一起做 開始的時候 我們在左邊吸氣 放鬆你的無名指 用大拇指按住右邊鼻孔 左邊吸氣 按下無名指 在右邊鼻孔呼氣 按下屏一部分 放鬆你的屏油 屏油 左边吸气 按住无名指 放松大拇指 右边呼气 右边吸气 按下大拇指 左边呼气 再做一次 左边吸气 右边呼气 右边吸气 左边呼气 加一点吸气 左边吸气 按下无名指 保持两边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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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松大拇指 在右边呼气 保持两边鼻孔 右边吸气 放松大拇指 左边吸气 保持两边鼻孔 保持两边吸气 保持一边呼气 保持两边鼻孔 保持一边鼻孔 左边呼气 左边吸气 hold住 右边呼气 右边吸气 hold住 左边呼气 放下你的右手在膝头那里 回复我们平时的呼吸方法 今天就是想做这么多 两种呼吸方法 第一种是Summer Vitti 同样的吸气和呼气方法 第二种是Nadi Sodana 我刚才的吸气和呼气比例 第一种是用1比1 即是吸气和呼气同样的速度 接着Nadi Sodana 在呼气时 我用了1比1比2 即吸气时 4拍 hold住4拍 放松8拍 吸气4拍 hold住4拍 放松8拍 你可以在家里自己练习 同样的速度也可以 慢慢去延长 你的呼吸的Duration 即吸气和呼气的节拍 慢慢拉长 就可以令你的呼吸做得越来越好 日子有功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练习 拜拜 感谢观看